报道 跟进下施政报告内容 施政报告提及要改革通识科 教育局今天宣布通识科会改名 维持必修必考 但考试指分合格不合格 通识教科书要经过政府的审批 教育局长袁敬汉秀说 这一科已经被污名化 要有个新开始 邓一文报道 2012年文凭市开考以来 就有的通识科面临大改 教育局宣布这一科会改名 新名未定 会维持必修必考 但是课时会减半 课程会大幅精简 会生走哪些保留哪些 未有详程 但是会加强培养国民身份认同 较多些国家发展 宪法和基本法 也会加入内地考察 考试原本分一至五星升级 会改成只是分合格和不合格 独立专题探究会取消 目前已经读中高中的学生 不受影响 内容大改 连名都保留不到 教育局局长杨润鸿说 因为通识科 已经被污名化 我们都觉得再用通识科 可能会令到社会人士对这科 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或者一个不是很好的观念 所以我们都觉得 转一个新的名字是好一些 至于内地考察是不是一定要去 他没有说实 只是说不会计分 他又说预了有人有这个质疑 已经有人在书上说我们将它变成一个国教科 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图 两个月前 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才发表报告 认为汤识科可以维持一至五星升级 政府今次是推翻了小组的决定 局长解释这一科训练的能力难以仔细分高下 他又宣布日后所有的通识教科书要送审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教育评议会支持将通识科 改为分合格或者不合格 同时教师联会就认为 做法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动机 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很理想很高水准的表现 其实都没有分别的 因为只有答标和不答标 所以可以理解他们对这一科的重视程度会削弱了 或者他们在课堂参与的动机会削弱了 所以对这一科长远的发展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能够有这样的合格与不合格的一个 我们是支持的 这个科是应该用来学的 而不是用来考的 去评一个学生 在一个通识这样的三大弹圆六大范畴里面 这样通就叫做五星星 这样就叫做五星 这个我觉得是